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最近有饼店就遇到月饼奇案 有个男子就怀疑拿着二十多张月饼券 打算去换月饼 但原来全部都是彩色影印纸 即是原章纸连着白底就这样被人 剪出来也不错 骗得这么假,真是够神奇 有网民就说 麻烦你做骗子也做得专业一点 不过另一方面 在昨天发生了一宗悲剧 绝对令人伤心难过 观塘发生一宗伤私惨案 一对母子倒饿在家里 被发现时已经双双证实死亡 这对母子同住在观塘瑞和街 长安大厦的一个单位 怀疑六十岁的儿子 在家里暈倒之后失救而死 令到八十二岁的妈妈缺乏照顾而死亡 今次事件由单位业主揭发 她上星期五曾经致电女护主 说会上门收租 但是之后失去联络 昨天上门找租客的时候 由于一直没有人应援 于是报警 当门开不了 因为那个尸体顶住了门 所以消防人召开门进去 对了 这样搞了很久了 他们两个互相照顾过妈妈 常常见她都是走出走入 这样就没有了 以你理解她健康 是 健康没问题的 上个月尾左右 上个月尾 一见她开门出去浸垃圾 妈妈的健康是怎样的? 有没有见过她出出入入吗? 有 走路比较缓慢一点 如果上楼梯吸就会辛苦一点 走平路没有问题 有时见到出去扔垃圾 也是这样的 来的照顾不够 譬如有些有些什么意外 你真是 本来可以有什么救命钟的 救到她 但她就没有做这些 所以真的救不了 我们今天就来到摄市的单位 没有闻到任何的疑味 但是就见到他们的铁杂 是上了一大堆的铁链 有个大的锁鎖住了 还有有人就挂了一个播放机在那儿 隐约听到是在播放一些佛经 有住在同层的街坊就说 上星期都见过两位死者 这个宅 在她妈妈那里走樓梯下去 我就跟她说 你要小心一点 要走樓梯要小心一点 要扶植 我就跟她儿子说 我见到一次 这个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了 最后见到一次 一个八十多岁 和一个六十岁的儿子 一起自警定是有问题的 无人照顾的 子警定是有问题的 这些政府应该是多点关心 这些老人家 应该主动跟他们联络一下 今天也有区议员 联同关爱队洗楼式探房 同一栋大厦的街坊 我们是说关爱队想过来探一下 关爱队叫我们上来帮忙 我和这里的发展保持良好的沟通 我们是这个区的关爱队 所以经常有时会出来行 有很多事情你问他们这里的区域 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跟着那些东西 我们看看每个神座大厦的每个老人家的厦门 等于是会说的小孩 上一次你们上来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是很清楚, 忘记了了 忘记了 是 明白 我常常乘坐巴士都会看到关爱座 但想不到以下这个地方都看到有关爱座 网上看到这张照片 在办公室里看到这张关爱座 网民问究竟谁有这么大的官威呢? 我比较有兴趣想知道 究竟这张关爱座是真的 亦说是逃回来的 怎样都好, 人人都需要被关爱 而以下的这位女神 她绝对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 一听到Vivian的自作多情 不少人马上重拾青春时候的热情 相隔七年, Vivian再举行歌唱 还要是世界巡烈 到时肯定上演一波又一波的回忆萨 彩排这天, 已经勾起Vivian 显日向TVB的回忆 你知道吗? 我有看你的大时代 真的吗? 真的很喜欢黑妹这个角色 谢谢你 而且是我们今天的摄影师 也是我的大时代 我们刚才相应很开心 我没想过大时代是1992年 你计算一下, 你数学 现在是24 22、23、22 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可以相见 不是吗? 对, 你说 很厉害 超级的 彩排时, Vivian一身变幅 一上舞台, 当然华丽转身 不过为了一批歌衫 Vivian差点要报冬将 是吗? 透过一个网站 是 未光顾过的网站 就是买一些 都是一些 fashion show 即是runway 可能是下一个季度 或者下一个季度的衣服 透过它订货 即是preorder 本来是一至两个星期到的 现在就变成12个星期才到 12个星期才到 对啊, 糟了, 很担心 会怎么办呢? 会不会到时… 如果现在这样计算 如果12个星期应该到不到 对, 迟时 不知哪一场才到得到 或者会不会到呢? 一个迷 是 但已经付了钱了, 是不是? 收了钱了… 要不需要替你报冬将? 我都不知道 我希望可以… 我现在不管何时了 希望真的能到得到 其实衣服是否这么重要呢? 人们只是来看我 是不是? 所以…不要紧了 是 是 有什么事我们冬将帮我们跟进 真的吗? 真的吗? 不要紧了 希望不用了 希望不用打扰你们 如果是Vivian中粉的话 应该知道健文、Kimman 曾经担任Vivian演唱会嘉宾 不过大家未必知道 Vivian原来是Kimman 喜欢的沐河军师 其实这次《中年普显音2》 我是有看完的 你们 是, 我觉得很多都很好 是… 健文 是, 因为他是我的弟兄 是 是 所以他整个比赛过程 我觉得我也是团队之一 一起会想, 选歌 或者会建议一些唱法 一起陪他过渡整个过程 我觉得好像我也有份比赛 他比赛里还有富贵 他們是贵一贵 外囊之类 最不会比赛 但也是拿来看 那三位朋友也很好 我是冬靈,保持得年輕 可能是福氣或天生 這個我不介意 就算每個年紀 每個人都會長老 我覺得我是接受自然地…會老 或者有皺紋 或者肌肉不夠緊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是很接受自然地,優雅地老 買外賣有時好像開盲盒 有時驚喜,有時驚嚇 這次可能是驚慌 不信,立刻看看照片 有網民說買了雲南米線 胡辣湯底的外賣 竟然撈到一張吸光湯底的紙 看見都不開胃,究竟怎麼吃? 有網民說笑話 難道老闆知道客人怕油膩 所以故意放一張紙上去索油膜 不過無論如何 如果想保持肥膩 其實有很多方法 女士們都想擁有完美身段 不過天時暑熱 多吃一杯雪糕很難免旺 又餵食又要保持肥膩 怎麼算好呢? 22年獲得港姐貴冠 及最上鏡小姐的超儀 她說要維持這麼健康的體態和身段 原來一點都不容易 我參選港姐之前 比較少注重自己的體重管理 而且我本身非常喜歡吃零食 而且很喜歡坐 直到有一次我上鏡 經常看到自己真的很腫、很肥 所以也有點不開心 我就決心去減肥了 其實我也試過很多減肥方法 例如168斷食 我也試過吃減肥藥 但吃了一段時間 覺得很頭暈和手震 之後我就沒再吃了 市面上有這麼多款減肥產品 選用的時候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最重要是留意成分 成分裏面有西藥 例如西部曲名 副作用非常常見 例如心跳加速、手震或失眠 我們盡量建議大家避免用西藥去減肥 近幾年在日本有些醫學文獻證實 有兩種天然草本成分 可以幫助止肥及殺肢 還可以減低皮下脂肪及內臟脂肪 第一種叫五層濃 可以阻隔糖分和澱粉質吸收 做到止肥的效果 我們會建議大家盡量飯前服用 另一種叫玫瑰果精華 可以幫助身體促進新陳代謝 燃燒內臟脂肪及皮下脂肪 做到殺肢的效果 我有個朋友介紹了我吃這種 無藥性的天然草本製作 我看到還要是100%日本製造 而且有很多真實的用家 都分享過瘦身成果 非常快和明顯 所以我自己也試了 我每天飯前飯後都會吃兩顆 我吃了兩至三個月 感覺自己的手臂、下身和腰圍都瘦了 而且我的肚腩的位置也扁平了 我想我差不多瘦了10磅左右 最重要是我吃完之後 不會有吃減肥藥的副作用 吃了一段時間 都覺得人很精神、很舒服 所以我現在每天都要保持吃 希望上鏡、穿衣服、身形 都可以更合適和鎮定一點 回來東張西網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 在旺角洗衣街有三棵老榕樹 曾經是旺角的地標 不過有觀眾跟我們報料 發現在地盤裡的其中兩棵 竟然明顯丟臉了 我們看看相片 就可以看到地盤外的榕樹 仍然保持翠綠 但地盤內的那兩棵 顏色顯著蒼白 情況亦令人擔憂 《洞漲》亦即時跟進作出報道 發展商回覆說 原來這棵榕樹是因為蟲害 而導致有健康問題 亦強調地盤的工程 並沒有在這三棵 古榕樹的保養範圍內進行 希望榕樹可以快點康復 而以下這群苦主 他們又可以怎樣做呢 美國有 遠到羅馬、尼亞都有 連澳洲都有 全球暴動將 舉報香港出現騙案 我覺得好像被人欺騙了 仍然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人繼續被人欺騙 這是一個罪, 成為了罪人公司 最近, 我們不約而同 接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報料 向我們表示在購買玩具出事 而矛頭直指一間 來自香港的玩具公司 事件還久前超過兩年長 來自澳洲的華人Andrew 選擇香港這間玩具公司 貪他出貨快, 價格相移 同款玩具 澳洲買要貴兩三成 Andrew在2021年7月開始光顧 總共買了二十多次 公司發貨一直都很準時 在2023年3月 Andrew訂了一件港幣價值 2200元的超級英雄玩具 誰知道直到今時今日還沒收到貨 我收了電郵 他就跟我說 好了, 你的玩具就快到了 八月頭就應該可以寄貨給你 但是沒有收到 接著我就再繼續吹 吹他們就給藉口 他就跟我說 貨還沒到 那個牌品又出了一些問題 遲了出貨 要等到九月 那我九月的時候再吹 他就跟我說 要等到十二月才有貨收 原因是他們還沒收到貨 他們就說 今次單保單保 四月一定會送貨給我 等到六月 六月應該是我最後一個電郵給他們 我再吹 那就沒有聲音了 Andrew是用信用卡付錢 而新玩具在發佈之後 由訂貨到收貨 往往要等半年至一年時間 所以想申請退款也很難 我的銀行就跟我說 因為你已經超過了180日 那我就不能夠 跟我的傳用卡申請退款 來自英國的玩具收藏家 Mr.Fletcher同樣都光顧了很久 之前都準時收貨 在2021年 他訂了一件 大約港幣2000元的電影人物玩具 原頂發貨一期是2023年7月至8月 但最終都沒有發貨 他一追再追,公司就一拖再拖 通常都沒有回答 我會提供你同樣的答案 我會提供我項目的 他們會說 我們非常抱歉 你還沒收到你的計劃 我們有問題 我們的貨房 或你的項目已經發貨 但回到我們 因為有關照片的訊息 這次全球這麼多人中招 多得一個有70多萬訂閱的 玩具收藏界網紅所致 他火拍玩具公司 拍了不少開箱片 片中詳細展示玩具的功能和特性 迷到不少玩具迷 變了很多人想購買這個模型 看完它介紹後 就很順利成章找這間公司 73萬訂閱者的YouTuber介紹下 變成船頭也有很多人 找這間公司預訂和購買品 所以那個問題是很全球性的 被指控的玩具公司 在2019年成立 根據官方網頁介紹 公司自力提供多種高檔玩具模型 由2022年起 這間公司開始被指有問題了 一群苦主於是在社交媒體 成立苦主群組, 集思廣益 集結來自世界各地的買家 一起討回公道 成員至今已經達到600人了 現在隨手在網上輸入這間玩具公司的名字 就可以很輕易找到買家的哭訴 和大量負評 當中懷疑這間公司 是不是收完錢不出貨的詐騙集團 在群組裡都醞釀了半年 基本上都是大家可以做的 最多就是獲得一個公司 希望再花錢再運費 希望他會找你來 這間公司不是完全是 scammer 可能是95%他做的東西是騙人 可能會寄貨給某些人 希望他會寄貨給某些人 希望不可以 興奮、興奮 希望我們會看到 … 在衣服 在衣服 和其他人去審判 去看這個公司閉嘴 基本上所有人都會收到錢 綜合各大買家的指控 離不開收不到貨 又或者電郵查詢不問不問 玩具公司老闆 終於到現身逐一回應指控 他首先表示 玩具遲遲都交不到貨 因為自己也是受害者 這個問題就是去年九月 韓國有一間供應員 是佔了我們公司九成的供貨量 在九月的時候 我們賺了一條數據 數字大概是七位數字 但是你們遲遲不出貨 是什麼情況呢 我們網站有分… 預訂產品有分快貨和遲貨 快貨的價錢會比較高 登陣時間比較短 遲貨當然比較便宜 大概一半左右 一半左右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公司遲遲未交貨 和七十三萬網紅也有關係 2019年大家開始合作 原本簽約到2025年 可惜因為錢銀問題鬧翻 當時有個YouTuber 有個訂閱人數大概有二千… 二千訂閱人 當時那個YouTuber 由我們一手養大 規模大了 他就食量加拆禮 我們就不同意 我們就有一個發生了 他就連同其他YouTuber 就是隔幾天就出帖子抹黑我們 就說我們公司有一個問題 就叫人向銀行申請一個退款 客人的錢已經被他強制地退回去 我們… 這貨…這貨到了 就閘在一個倉庫裡 就令到我們的資金有一個問題 買家早前已經向海關舉報 海關驗證就玩具公司 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展開調查 海關有跟我們了解這個問題 我們也有給過我們的購買記錄 以及對方的電油記錄 給有關的部門 對方了解過 海關也知道這個問題 我們也有跟對方反映過 我們是被人逃走 而不是全心去欺騙或隱瞞客人 受韓國供應商逃走影響的客人 老闆表示 會從不同渠道找新貨員代替 否則就會直接退款 供應商已經崩潰了 可能是幾個 他將風險分散了 回復或是有點慢 你也看到我們的公司 其實也保持有福下人 我們也保持評審不同的人士 去處理客人的投訴 我最想跟各位買家說 支持我們這麼多年的顧客說 我們真的很對不起 可以慢慢地出貨 給各位顧客和買家 真的很抱歉 對於老闆的解釋 有買家表示不會接納 訪問的時候 說到自己好像受害者 而將責任全數 歸咎在別人身上 或者不承認自己 有做錯的地方 我已經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 只會繼續發生 影響更加更多的人 更多的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還是會去看看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